绝对位置的参照 那绝对位置呢 是要固定某一个储存格 那固定某个储存格 我们就要加钱币的符号 那以seal是以蓝跟列 做不了的表示方法 横的跟直的 所以呢 参照位置有下列三种状况哦 第一个 绝对位置 蓝也固定加百分比 列也固定 有没有 蓝列都加 那这个呢 只有V加$哦 钱币符号 所以蓝被固定 但是呢 列会更改 列是相对的 那这个列的绝对位置是什么 蓝 没有固定 那列呢 被固定是2 所以这种方法 那待会请同学先开启 这个台湾银行薪资表 把它开启来 那开启以后呢 好我们点准这个 我们调薪 总经理调薪 这是一层对不对 所以原来薪水是这里 当你调整后以后呢 应该是这个乘以这个等于他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等于 总经理的薪水 点一下 乘以 好 电脑的乘是这个米字形 这里 按Enter 好我们看一下哦 调成一层嘛 8万 再加一层就8万8 没错 对不对 那仔细看哦 我现在呢 往下拉 哎 台北处长怎么没有钱了呢 因为预设是 相对位置 我们这里是B4乘以B2 当你拖一下来会变成什么 B5乘以B3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个是B4乘以B2等于他 当你复制下来就变成什么 7万乘以原来薪水 这两个不能相成 所以就发生了错误 那再往下拉就更可怕咯 哇 还得了呢 接下来 业务经理的薪水 他乘以他变成他 哦 这不是调一层哦 这已经变成了 好几百万上亿去了哦 所以这些全部都错了 那我们呢 结论 当你复制下来以后呢 本来是这个乘以这个 复制下来就变成7万乘以原来薪水 再复制下来就 业务经理5万6乘以8万 所以公司出了问题 我们的层 都只能固定在这一格 那怎么办呢 公司要修正 点这里固定这一格 这个叫B2 所以点在B2这里 按F4 好按F4 我们看到 两个data side就被固定在这一个哦 好再按F4 再按F4 再按F4 好再按F4 我们要把蓝列都固定 所以变成这个 再按Enter 好 这时候呢 就变成B4乘以固定的B2的意思 好当我往下拉的时候呢 看一下 AB5会改哦 但是后面被固定了 所以再拉下来 也就是说 所有这一排全部乘以这一格 就完成了 这个固定 那我改成 1.05 调5%的时候呢 一改完 薪水大家立刻就做修正 所以呢 绝对位置 同学要学会 有时候在实物上 我们用绝对位置方式来做计算 明镜需要测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